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 一些关于资助房屋的法律小知识 身边一位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房委会的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的委员 陈浩廷律师 大家好 大家好 过去一段时间跟你在SXC 讨论房屋的问题 今天虽然是法律知识 都是关于房屋政策的问题 之前房委会就住陆志居进行申请 我们收到相当大量的街坊 都有查询陆志居申请当中 很多都涉及到一些 可能是法律上面 一些知识上面的查询 所以今天都找你来帮一下 去跟大家讨论一下 或者是介绍一下一些常识的情况 好的 事不宜迟 我们之前都收到街坊 普遍上对于陆志居 这次陆志居相当反而很好 我们电话申请的时候 我们的电话线不断地被人打来 问了很多问题 所以今天都跟大家谈一下 当中有一些可能 比较多人去关心的一些情况 比如第一条问题 我想跟大家都问一问一下Mac 比如一些独居的长者 如果他是购买一些资助房屋 但没有去定立一些所谓平安寺 如果真的不幸地来一世之后 又会怎样去处理继承的问题 我相信你说的独居的长者 其实我们香港的社会 都是老年化 都有很多这些情况出现 我们在做法律工作的时候 都会留意到很多时候 独居长者 都有两款独居长者 独居长者有些是他有家人 只不过他的子女都出了身 又或者可能他配偶走了 但子女都各自成家立室 有自己家庭的独居长者 有些独居长者就真的 就可能没有结婚 又或者是配偶走了 又没有子女 那就真的只有他自己一个 所以如果真的他没有去定立平安寺 其实平安寺 或者趁这个机会都可以说少少 就是平安寺和围族其实是同一样 因为也有不少街坊 有时候会说平安寺和围族有什么分别 其实有时候我们只不过 有时候老人家有些避忌 我们都会叫平安寺 买个平安寺 名字好听很多 但其实和围族是一样 有法律的效力 所以如果他说是一个 我先说就是独居长者 他又是没有其他亲人的话 其实如果他走了 其实那个物业就变成了会是 其实归了政府拥有 即是交给政府了 变成了公家 当然是某个年期后 都没有人去申请承计的情况下 政府就有权成为了公家的资产 因为只不时都会有这些情况 所以其实很多独居的长者 或者其实他没有亲人在世 都会是用定立平安寺的方法 例如有时会给一些他在世的时间 对他好的人 朋友 或者是一些慈善机构等等 所以就不要浪费了资产 就给了政府 所以其实如果他不定立遗图 就变成了没有人没有物 就变成会这样 也有个情况是 他是有些亲友的 有些亲友就是如果没有立平安寺 就会根据香港法例 有一个叫做 无遗读者遗产条例 就会跟法例定名的方法去做分配 其实大概有个优先次序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论是独居长者 或者任何人是没有立平安寺 没有写出你的意愿 你走的时候都会跟法例去分 首先就是看看你有没有配偶 如果有配偶 就是优先次序 就是基本上有一部分 是会给了配偶 也都要视乎你有配偶之余 有没有子女 如果你有配偶 又有子女 在说你走的时候 八年归到那刻 有配偶又有子女 其实你配偶和子女 都会分到一部分 当然如果你说 你又没有配偶 没有子女 又要看看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一度一度排下去 其实亲疏有别 当然亲一点 早一点 有些得回疏堂亲戚 都分分钟 疏堂亲戚都有机会 可以承计到的 除非他之前没有判友 没有子女 是的 当然如果你去到法院 其实没有平安寺 你要去真的证实到 亲属关系 如果有些老一辈的 譬如说不在香港出生 有机会可能在证实 亲属关系方面 也会有困难也不一定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都鼓励 都不只是老人家 才能立平安寺 现在很多是 年轻人都会做定 一个预先好的安排 也有的 应该这么说 有些资产的人 就先做定 我应该就没有资产 有些朋友说我都身无纷纹 就其实不用做了 是 这都是保障 是的 是的 第二个问题 有些街坊又问 如果真的去世后 继承人 即承计这个物业 那又需不需要 给一个所谓印花税呢 如果又要给的话 有情况是怎么样 印花税 听起来也不少钱 基本上 就是现在我们去做任何的楼宇买卖 送赠 总之物业的转移 其实香港政府的 就会跟你打税 就会收你 收你钱 按一个百分比去收钱 但是如果根据现在 是用承计的方法去继承物业 其实某程度上是被动的 被动的 只不过有一个过身 是承计下去 其实就不会需要收现在那些 譬如说 一些重的印花税等等 其实就没有那样东西 所以变了很多时候 现实的情况 就是有些 老人家 百年龟老之前 他们说 我想先转名 很多时候的考虑就是 在小的时候 转名 就会有印花税 但是 如果你是用平安子的方式 去承计的话 就变了可以省了一笔 就不用留 就不用留 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 鼓励大家立个平安子 既保障 又可以减少了这些支出 也是的 而且平安子就变了 你让到后人 在扮手组的时候 都是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你平安子里面 也会制定哪一个是 叫做围组执行人 那个人是 通常是子女 或者是亲人 或者很熟的朋友 就帮你拿着平安子 去找律师 或者去法院 扮手组 再来 都是一些 关于是继承方面的问题 也多 譬如说 那些街坊都问到 如果物业的继承人 就不是一个了 甚至一些 可能是兄弟 姐妹 也有很多个的话 那又可不可以用一个 是否用一个 长命契的方式去继承呢 假设如果有其中一个 人 可能是兄弟姐妹 其中一个 决定 我也是算了 不拿那个业权了 那又会怎么去处理 这些复杂的问题呢 嗯 即是 有时候都会的 就是说 有些老人家都会说 公平的嘛 那他可能有几个子女 有几个子女 你很难说我有三层楼 每人一层 都有 但是说 在香港很多时候一层楼 一层楼 分三个子女 怎样分呢 那 承计的时候有几个方法 要么就是由承计人 就是执行人 或者管理人 负责去卖去分钱 分钱 那钱可以分到三分一 但是如果你说不是的 我们是要拿着一层楼 有时说一层楼 可能有特别 对他们说有特别意义 对他家有特别意义 又或者 国家不是最好 可能三个人 就变成共同持有的物业 共同持有 也是有不同的方式 刚才也听说 长命契 长命契 和分契 简称分契 或者趁这个机会 都可以说长命契 和分契的不同 可能都不知道 很多时候我都接到一些查询 是关于这两个字的 长命契 顾名思义就是 斗长命 斗长命 就是说 假设我和Anthony 有层楼 这样 我们两个就不是亲友 我们是朋友 通常朋友 夹分买楼就是投资的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如果万一 大家认识我走了的时候 其实我的遗产 我不会打算给你的 我还是给我的成绩人 所以我和你买楼 应该会用分契的形式 因为分契就是说 当一个人走了的时候 就是会将他那份 就会是各自的成绩人去成绩 就是分开成绩 譬如我和你每人拿着百分之五十 那我那五十个百分比 就会让我的成绩人成绩 那你就继续拿着自己的五十个百分比 好了 如果是说长命契的方式 就有点不同了 长命契 刚才说斗长命 意思是 假设我跟你一起 用长命契的方式拿着 意思是 如果万一我走了 你就会获得我的百分之五十 我用一个比喻 我用一个比喻 讲清楚一点 就是其实一层楼好像一个苹果 那那个苹果就视乎有没有切开 如果是长命契的话 其实苹果就没有切开 就是一个完整的苹果 就算我走了也好 我那半分就是给了我成绩人 你都拿不完我的苹果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长命契 就会是我们做楼契的时候 都会是 通常是一些 夫妻关系 或者是母子关系等等 才会用这个方式 一般如果客人和我们说 他多过一个人 那些人是投资用 也都没有七属关系 我们都是用分契的方式 当然我们尊重客人最后的决定 不过都会解释他听情况是怎样 那当然也有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我们开始设定了长命契 也都是可以在入后 是把它分开也可以的 都可以的 所以究竟是长命契 分契 其实是有不同的 背后有不同的法律的效果出现的 嗯 不过我问多一句 譬如一些现在卖 比如房委会卖出来的 这些资助房屋 都是以长命契为一个普遍的方式 嗯 那假若而这些物业本身 都是属于一些资助房屋的居屋等等 那当他刚才说的成绩方面的话 那他又没有一些限制 需要是哪一些契或是 刚才Math所说 两种都可以选择 当然我知道就是 如果是说居屋的话 根本上你是不能选择的 居屋你买入的时间 据我了解 就应该是 一定是要用长命契的形式去持有的 嗯 亦都没有得房委会批准 是不可以分契的 嗯 虽然刚才我说普通私人物业 是可以 平时长命契 你可以分开它 嗯 但是房委会呢 据我了解是做不到这个效果 即是居屋 即都不让你这样做 都是长命契为主 是的 没错 所以如果你说我本身是长命契 我要去 所谓有些人现在很喜欢 或随名 或者很多的动作要做 那你一定要必先得到 就是房委会的准导 特别你说的是未保地价的话 那所有的动作 你都要得到房委会的批准 你才可以处理 嗯 但是如果你去到个别的案件 我相信 大家都要咨询独立的法律意见 那才可以去扮理 嗯 好啊 另一个方面 你都说到一些内地的配偶 一些内地的子女 在承计香港这些物业的情况 又有没有什么不同 刚才所说的情况 嗯 即是街坊可能她是本身在香港住 香港人 是的 太太和子女可能是在内地 是的 那基本上 如果我们去看 在说承计的法律而言 其实承计的法律 如果牵涉到 一些房产 一些物业的话 我们主要是看 那个物业所在地的法律 嗯 即是说呢 我其实就不是很看 她那个人 是住在哪 嗯 或者什么国籍 或者是她居住地 我就反而着逐呢 那个物业是身处河地 哦 即是本身物业的地方 是的 假设 因为其实香港呢 很多人 在国内都有物业的 嗯 如果香港人在国内有物业呢 在国内那层物业的 承计的 優先次序的规矩 就是跟国内的法律 都是跟香港法律 都是跟香港法律去处理的 嗯 另外有些关系 都是一些继承的问题 很多继承的问题 继承之后呢 那就是 是不是代表已经有货物业 如果是的话呢 那 就是再去买第二个物业的时候 又会不会需要 去缴交一个双倍印花税 这个可能都很长远 就是买很多单位 很多人的经济状况 都比较好一些 嗯 这个就是 我有时会形容 就是一些叫做 我都 有时收到一些客人的查询 关于这个问题 嗯 我形容这些叫做 happy problem 就是太多楼 太开心了 这个问题 很多很多我们接触的 我也有朋友 是啊 Anthony也接触了很多街坊 其实是虎老紧 不能上楼 但是他这些太多楼 那是好事来的 都有这些问题出现 其实呢 现在的印花税制 其实就是 就是 都做到十年八年前了 其实是因为 那个楼价标升得很厉害 所以出现了一个 叫做 蟲价印花税 辣椒 甚至乎有一个 双倍印花税出现 辣椒 其实这个辣椒 都是说这十年八载的事 和税制 整天都 整天都 整天都转的 但是 现在的情况就是 其实我们经常听说 手指 手指这个名字 就是 不是法律写的 手指就是我们形容 可以是豁免 一个辣椒印花税 手指这个名字 就改得不太好 因为其实手指 很多人说 是不是第一次买楼 叫做手指 其实不是 他的豁免 其实就是说 有两个条件 第一 你叫做香港永当性居民 第二 就是 你 买楼的时候 是在香港 并没有持有 任何住宅物业 或车位 这样 你就可以做一个 律师就会帮你做一个 法定声明 去税局申请 豁免 一个辣椒印花税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如果你本身 承计了 答回你的问题 承计了一个物业 即是说 你已经是持有 一个住宅物业 即是说 你并不符合 这个所谓 手指的资格 因为你本身有楼 那就变成了 不可以叫你做 一个手指的人士 所以 有时候 很多人都是 不想承计到楼 我见到 有些老人家 说 谁就准备 排到公屋 或者是 准备去买居屋 所以 给小女 不给大子 如果给了 就没有资格 去申请公屋 以及居屋 是的 多了很多的考虑 所以我听见你说 很多街坊问这个问题 的确是 不同阶段 都会去想这些问题 嗯 又是关于一些 继承转让的情况 也有些街坊问到 如果申请人 和这个房委会 签了个买卖协议 譬如今 这段时间 居屋都在选楼 但在未和房委会 去签 那个所谓 单位物业的 转让契样 的时候 北向就离世了 在这段时间 那么申请 继承人 又怎样处理到 这个 又未签到 转让契样的物业 的情况呢 是不是都可以 继续去履行 这个买卖协议呢 嗯 我近期就真的 接触到一个 就是处理了一个 真实个案 真实个案 是的 时不时都会有的 不是整个有 通常这些 都真的很突然 或者很不幸 那么 那么 如果签了 买卖协议 但是呢 其实等成交 都等一段长时间 有些是 那个成交期比较长一些 留花的那些 特别长一些 那这个情况就会是 视乎 那个 走了的人士 有没有 立平安寺 如果他有 立平安寺 即是说他有一个 叫围捕执行人 嗯 那围捕执行人呢 就应该尽快去 法院呢 就是申请 拿一个 围捕认证 围捕认证了 你是真实 法律上的围捕执行人 那然后呢 你就可以以围捕执行人的身份呢 去代死者呢 去签署一些 譬如说 转让契啊 甚至乎去 扮理按揭等等的东西 哦 即扮理按揭都可以 是的 但是当然呢 就是说 在死者死了之后呢 就要通知回房委会 或者房委会 在物业买卖的代表律师 嗯 就是向他提供死亡证等等 那段期间呢 就要尽快去法院 高等法院的遗产承犯署 扮理手组 拿了个身份之后呢 就可以代死者去处理 嗯 代死者处理之后呢 其实那个 时段呢 就是由执行人呢 去暂时托管住 那个资产 因为其实这个物业 即将买入的这个物业 就会成为了死者的 遗产的一部分 嗯 他可能有其他的资产 其他的遗产 这个物业就是他的遗产一部分 那之后呢 那执行人就需要按照 遗图里面的分配方法 去分配 那样 他可能有分配方法 将我所有的资产 分为五份 还是什么情况呢 这样去处理 那所以 就算有个人走了呢 都是可以 继续成交的 嗯 不过也都遇到一些 比较不幸的情况 就是 我之前有遇到的查询 就是他先生走了 那太太就是做家庭主婦的 基本上呢 他是没有能力去供楼的 是 亦都银行 他知道是不会批准做案件的 嗯 所以呢 在那个情况下呢 就唯有就是放弃交易 那当然放弃交易 就会损失了 所谓的 他真的供不起 其实 他都跟我说 其实 对于他来说 其实这个先生 不是留回一个资产给他 是留了一个负债给他的 是很惨的 好啊 另外有一些查询 可能也不是太多 不过这些都是值得和Mac谈一下 好啊 什么叫做信托人 我又不懂了 但是做了信托人 又是否代表着有这个负债 是否等于捉行人 还是怎样呢 嗯 信托这个概念呢 就是 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行一个 common law system 普通法的地方 就有一个信托的概念 在法律上 在香港也是的 香港当你去查一个物业的拥有人 你会去土地注册处 或者旧一代 我们叫田土厅那里查 查册 做查册的时候 你见到那个名字 其实那个叫做 登记业主 或者注册业主 那个注册业主 其实往往 并不一定是个实益拥有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例子可能我想买楼 但是我又不想出自己名 那我借Anthony 我帮你买楼 用你的名字买 我出钱 这个情况都会常发生在家人之间 妈妈可能用儿子的名字买楼 儿子就是用妈妈的名字买楼 其实实质出资的人 刚才用回我和你的例子 都是我 用你的名字买楼 别人看下去 就是你是拥有人 我是物业主体 但是其实在法律上 我才是那个实益拥有的人 实际拥有的人 实际拥有的人 在这个情况下 就叫信托 即是说你是代我 信托住 托管住 沉漏 最终那个受益人 应该是我 所以这个就是代 或者国内 有些人会叫做 代我持有 代我持有 那个物业 代我持有 所以信托的概念 信托人是一个 trustee 是并不拥有物业的 即是刚才用你 我和你的例子 就是你不拥有物业 我才拥有 但是这个都是 有没有保障到你本身的权益 譬如说真的 我是我簽名的 但是如果去到法庭 会否考虑到多 刚才所说 有没有什么 证明到 是否你付钱我 可能不是 家人罵了又怎么办 是啊 我刚刚也做了个案 就是妈妈告个儿子 因为儿子不生性 真的不归还回房子 给妈妈 好了 那怎么证明呢 法官就要求你 去交出一些 你的支付证明 谁去选择楼 谁去买的楼 你的首期怎么付 有没有当年 在李比资票律师楼 等等 一直供楼的记录 入账记录 一定会有的 有些人说 不是的 用儿子的名供 你都会打钱进去给儿子 这些全部的记录 就正正可以证明 实际给钱是谁 之前有些新闻 都是类似这样的案子 都是一些家里面 一些关系比较不好 是的 都是网上法庭 都好像在Mac所说 这个案就是 劣出一些公款的证明 是的 所以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中国人最重要的是 层楼 如果你真的是你的 最好用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真的要有保障 应该是否需要 簽一些信托协议呢 事实 但是当然 刚才我和你说 很多时候 这些情况 都是在亲人的情况下出现 亲人 你很难叫他们 先簽些文件 怕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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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 所以 往往这些案子 来到我们 都是看到 真的什么都没有 但是 唯有拿回一些公款证明出来 证明的钱 真的是我出的 而希望法庭信纳的话 就将一层楼 颁回给你 好 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关于一些 业权的问题 譬如说 有些 经常都看到 一些不涉及金钱的 业权的转让 这样的 那么 过程应该是 如何 譬如说 刚才说到一些 可能买卖就知道了 一些不涉及金钱的转让 那么 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费用 我们需要去留意 要付出来的 嗯 我就 不涉及金钱的意思是 是说送赠 还是 送赠 或者是 可能 譬如爸爸 给了某一个子女 他不是一个涉及金钱 给了他 嗯 不是买给你 我就转给你 那当中 应该会是 经验是怎么样 嗯 其实 如果说送赠 这样 送赠 用送赠契的方式 就是转让 所谓不涉及金钱 送就是不用钱 是 爸爸送一层楼 给儿子 转回儿子名 这个情况下 就是 虽然说 你的买卖价是零 但是呢 其实 嗯 印花税都要照给的 都是给一项税 印花税 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跟成交价去计 嘛 成交价是零 那是否代表零呢 就不是的 因为如果这样 政府就没有税收了 OK 所以这个情况 就是 如果你是零 其实呢 那个平时 我们说的百分比 当然按不同的楼教 会有不同的百分比 其实还有一句 平时我们 就是 去打印花税的时候 他是看你成交价 或者 税局认为的市价 哦 就是说 其实税局是有权 是去离定一个市价 嗯 譬如有些人是刻意用一个比较低的 买卖价 希望给低一点的印花税 那其实就不行的 不奏效了 这招 因为税局呢 如果觉得是比较低一点 你可能 就是说可能 你偏离 好几间主流行行的价钱 都偏离得很夸张的 嗯 多了就不要紧 少得很紧 他就会自行平定 那个物业的市价 然后用那个市价 去和你计印花税 同样 如果你是送赈契的话 他就必然 会是 就是用那个市价去和你计 所以其实 所谓不涉及 金钱的转让呢 其实都会涉及 政府的收入 政府的收费 和律师的收费都有 因为你始终 香港你扮判楼宇 转让等等 都必然要在律师行那里扮你 亦都会有一些费用 是衍生出来 嗯 这个都明白了 因为过去就以为 转让 不用付钱的嘛 给你 都要交税 对的 都要交税 今天呢 都很多谢 Mac和我们说了 一些很全面 或者很街坊 在卖资助房屋 或者物业那边呢 都常常遇到 很多这些疑难 怎样去处理呢 特别刚才说到 一些 业权的继承 或者是什么的继承 或者是业权的转让呢 我们自己本身 都接到很多街坊的查询 所以今天很高兴 Mac来和我们去解议 这个情况的 那么 你也很感谢 Mac 下次有机会 我再请Mac 和大家再谈一下 一些我们接触到 家方 如果有一些法律知识 上面又想查出 你也可以和大家再分享 多谢 多谢Anthony邀请 我很高兴 今天能够有机会 和大家分享 这些法律的常识 希望有机会 再和大家见面 OK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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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